周季的早餐 待會讓大家看一下裡面 也是有buffet跟點餐的部分 當然是有含在 欸這個怎麼吃光 這麼快啊 這個好像是他們特色的料 周季的早餐 麵包真的很豐富 然後呢必須要大力推薦 馬爾蒂夫所有飯店的可頌 真的是很好吃的 每一個都很好吃 但我已經太飽了 來下一區 還有這個生菜沙拉區 有點太高 蔬菜滿的 然後還有 鮭魚 然後醬料區 這一個是我不敢吃的黑橄欖 然後小小的家豬捲 還有各種的堅果 非常的健康 然後還有這個是 奶油 牛奶 優格罐 更多的優格 還有可以自己烤的麵包 這個地方呢 可以自己烤的麵包 然後還有那個雞湯麵 你可以有很多不一樣的選擇 再來這就是 比較一般的熟食區 但它每個東西都很好吃 沒錯 然後呢 特別推薦這個應該是 這個吧 這個是咖哩 這個很好吃 再來呢 這個就有點像是他們的韓國燒肉的 蓋飯 裡面就是一點點飯 然後很多的蔬菜配菜 你知道這邊還有甜甜圈 然後各是各樣的 這個傢伙又在 我不在的時候點了一個 Bunny的一個蛋 然後我又去拿了 薰鮭魚跟加州捲 在享用完 我覺得有點過量超量的 超美味早餐之後 繼續來發呆廳堂 就刷廢 What a lie 我的肚子現在已經快要遮住我的視線 看不到腳了 把握還看得到腳趾頭的時間 太胖太胖 Ladies and gentlemen 耍廢行程結束 要開始運動了 要不然那個肚子就會跟 兩位臉一樣胖多多 你看他肚子的那一團肉 Oh my god 好 出發 要去探險了 你看羊柳有多大 直接把他給吹到弄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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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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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我们自己的房间门口浮潜完之后 看到那个远处这个断层之后 我们决定去我们的管家推荐的 从健身房到登台的那个路段 那在这之前呢 我们要先准备好的装备 还有肚子挤 然后还要擦就是有像海洋的 防晒乳 感谢我的好朋友才为提供 他是从那个帛琉帮我带回来的 不要伤害我们的珊瑚 最好是不要擦啦 但我肩膀真的有点受伤 所以我稍微谈一边边 这个地方呢是周济的Reception 这个就是长长的木栈道通往 那个方向的Water Villa 中间这边有一站呢 是可以吃午餐下午茶的地方 就是可以尽情喝酒的地方 但是BUT Happy Hour只有下午5点到7点 然后再来就是一个超级无敌大 只要你看到蓝蓝的地方 有水的地方 都是游泳池 一直从这边到那边很远的地方呢 都是游泳池 我们找到了在SPA旁边的小镜 要来这边snorkeling 他还是有把扶球就是划定在一个地方 不要超过这样子 好了 超黑的 好我们要出发了 我们要探险 探险 好来到了周济的SPA馆 AVSPA 我们预约了今天下午4点的 就是我们接待人员 抵达我们坐SPA的地方 非常 cozy 哇哦 出去是面海的 原来刚刚那只是第一站 要便宜一些我们希望驾抢的地方 现在才是真正的要进入到TREATMENT HOUSE 旁边就是听听这海道是 可以看到远方的灯塔 还有这非常tiffany绿的海水 我们要走到TREATMENT HOUSE 去到TREATMENT HOUSE 我们也要在TREATMENT HOUSE 快乐 很興奮 按完了 有風了 感覺怎麼樣 舒服 舒服 很舒服 可以拍影片嗎 當然 走了 這裡 哇 哇 蒸氣室 這個是冰的嗎 你可以看一下 蒸氣室很舒適的感覺 有淋浴間 對 哇 這個 私人的感覺 哇 很不錯耶 那種三溫暖的感覺 而且有一種 私人的派 派對 30美金 一個人 30美金 一個人 沒有時間 沒有時間 1小時 一個小時30美金 等它大富大貴的時候可以來體驗啊 那邊超黑的 而且這邊還有那個 牙痕 OK 曬痕 很明顯 那邊超黑超黑的 然後呢 就是頂這些 HAPPY HOUR的時間 你知道嗎 頂久囉 欸 你今天看起來超黑的耶 對啊 超黑的 已經開始是 馬爾蒂布顏色 而且沒有賽商 很棒 很棒 謝謝 哈哈哈 我給你一些飲料 謝謝 出發了 出發就看夕陽了 我們要上船去看夕陽啦 本來是要搭遊艇出海 看夕陽 但今天的雲實在是非常的厚更多 所以就能看到一點點的日光了 然後他就要降下去了 哇哇哇哇 嗨 好可愛喔 我們太幸運了吧 哇 嗚呼 哇哇哇哇哇 嗚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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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不要變得困難的 嗯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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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 很容易 哦 超級 不要講太大 這是什麼 太細念了吧 我們 吃個飯也可以遇到 魔鬼衝了 這個Manta 我們真的是人品大爆發 OK 我們剛剛被告知說 嗯 禮拜天有一個龍蝦特餐 所以這個女的 好不猶豫 好不猶豫的就是要去店 要去選龍蝦特餐 當然 要稍微 付一點錢 Good Let's go 我們要去選龍蝦了 Hi 一直遇到我們的台灣好朋友 Here 這是我們的龍蝦特餐 哪個 我們好不猶豫了 夏天 真的嗎 沒有 拿著 拿著 OK 這是 50克 10美金 嗯 然後我剛剛查過 這一隻大概 一到兩公斤 嗯哼 所以大概就是 一萬克吧 我真的嗎 真的嗎 我媽媽 畢竟要瞧一瞧 他一直不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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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抓到你的 晚餐 他是以功課計價嗎 對啊 OK 對啊 我買單可不可以 買單 我喜歡吃龍蝦 沒事 我們省下18的費用可以 OK Yay 沒有太多肉 沒關係 沒關係 你喜歡吃龍蝦嗎 嗯 對 要去串重 然後讓我知道多少錢 他有提醒我們說 因為那隻是小龍蝦 所以可能沒有什麼 沒有太多肉 但是呢 他的那個套餐裡面 其實已經有很多道菜 所以 讓我們不用擔心 嗯哼 而且我們還有一個 Wine Strather 然後這個Beezer 這樣子 OK 怎麼會沒有選 Nobster呢 最有名就是 Nobster Nobster 我們的Main Course的 第一道是我們最熟悉的包子 哈哈哈哈 我覺得這個是對於 比如說 呃 外國的朋友 那當然 他們就會覺得這個很可憐 但對我們來說還好 你有看過包子要沾醬油跟辣椒醬的嗎 正常來說 包子裡面會包東西 嗯 欸 沒有 所以它其實叫做饅頭 不能說包子 包子的英文是什麼 不知道 當 當 但是是絞肉 對 但是它其實是個饅頭 嗯 看它的感覺 哦 剛剛第二道沒拍是因為它是小黃包 就 有點尷尬 呵呵 接下來這道是我們熟悉的馬來西亞料理 所以 我們的龍蝦來了 我挑了一隻比較小隻的 不要沒那麼貴 開車 這時候就要說 You are so talented 很有才華 在龍蝦上 他剛剛連那個小小的細腳 全部把它 拔出來給我吃 真的是 so touching 非常的感人 你看看 你看看 乾乾淨淨 Oh my god 不是只有薄蝦 薄龍蝦 薄龍蝦的男人才是最帥 薄龍蝦 不小心吃了一大口的甜點 這是當地的special 昨天我們在那個咖啡屋咪也是吃 這個 不過它要燒一點做麵化 它旁邊有夾了一點 海菜的元素吧 今天早餐 早餐 很有儀式感 因為我要吃 Floating Breakfast 我第一次在Scova Diving 外國外 散泡 Хорошо 28 3 4 5 2 4 4 Princip 5 金 4 4 看到沒有他們的宇船了嗎 他們在跳輕的 所以在外人的地步呢 他們初步一直有很多人 所以想要上演員就在這裡跳離啦 看到海邊上一直跳出來的 非常活潑的魚群們 請問他們應該很常見吧 怎麼還跟我一樣拍拍呢 還是因為是不常見 廢物潛水季 教練會幫你裝好裝備 然後我只要穿好跳下去就好了 下午茶時間 這是巧克力 應該是芒果 英式巧克力 下午茶 好的 這個就是傳說中的麵包 地仲海 我們今天是在地仲海的餐廳 Lighthouse 對 我快看不到你了 你好黑喔 對 這個 是剛剛是蝦點的一個雞肝的湯 等一下我現在要試試看 就是因為我想說我就是點了一個雞肝跟一個牛肉的什麼東西 那它原文是什麼說 Liver 什麼Chicken liver OK 對啊 所以你本來以為它是什麼 雞肝啊 雞肝醬之類的 喔 就來一個醬 嗯 我不知道 反正 反正就是吃了才知道 你不能一直定著鏡頭啊 喔要這樣喔 嗯 好拍特寫 這個是雞肝 確認 雞肝確認 確定 然後它其實有一點點心 但是 這個心是所謂的內臟的味道 所以它很沾它旁邊類似那種 清蘋果醬 清蘋醬就是清蘋果加一些檸檬的那種醬 嗯 會環節比較多 很好吃耶 如果加醬 但它很棒的是 它是做脆皮很像蛋捲 所以我覺得這個蠻厲害 可以不要把普通的Vlog變成食尚玩家嗎 嗯 我需要增加你的Vlog的深度 不然大家看我前面幾集 就會覺得說 喔喔 它好像智障的樣子 嗯 其實我還是蠻有深入 好了 我吃到了 我好像點到義大利長角耶 喔是嗎 嗯 所以你吃一下感覺真的嗎 嗯 它麵皮很燙 嗯 但它很好喝 嗯 我覺得是包牛肉片的 它的湯是 類似那種野菇 馴湯的那種 沒有那麼野菇 然後我跟你講 這個牛肉讓我想起一個非常熟悉的味道 台東對我們就是 寶寶 喔 裡面的內餡的味道 喔 嗯 對 除了它是牛肉口味的那種 你今天是不是也還沒拍裡面的福建 對啊 我們就是在一個地中海的燈塔 然後下面吃飯 然後燈塔大家可以看到 等一下我們會印射照片在裡面 呵呵 你有沒有忘記拍了 呵呵 他是一個非常 不秤子的 很兩光 Youtuber 然後你拍的時候一定要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動感 對 你懂嗎 就是不要讓它定著 定著 這個是我自己靠我自己英文選的 它上面寫的就是 48小時醃漬的 安哥是牛排 哇 好棒 然後你的是三串椒 像是要切的三半嗎 對 怎麼樣 是 喔 鞍唇是不是 我這個份量真的是有點少的可憐 你知道那鞍唇在哪裡嗎 在這邊 在這邊 就兩個這樣 是小鳥 小鳥 對我是吃小鳥怎麼樣 春 對是像春雞那種東西 YES 沒錯 鞍唇 OK 好 看起來蠻好吃的啦 好 我覺得我點的對 嗯 本來是我要點的耶 因為 因為我自己沒有那麼建議來馬拉蒂夫的朋友吃海鮮 是因為 他們的規定好像就是 你每天是用餡釣的 他是用 人工釣的 不是說用 魚網捕捞的 所以 這是一個很棒的環 水沸淺水的時候 還有遇到一群追著TUNA的那些Fishman 我覺得這個環保議題不錯 好 開始 當然台灣不一定 沒有辦法這樣做到 開始 欸 我現在要切牛排囉 嗯 怎麼這麼嫩 欸 不見了 這應該是脂肪吧 吃進去也會變成脂肪喔 我看一下 好吃嗎 喔好好吃耶 它很像奶油一樣 給你吃一口 欸它是蹲的 它蹲 啊 那我應該是錯了 它應該是蹲48小時 不是醃製 醃製48小時 我沒有想要糾正你的意思 因為你感覺好像很有自信 好吃耶 這樣拍真的很難 差到 嗯 嗯 好吃吧 好牛喔 我要吃我的了 天啊 我們在馬爾街公圈前還看得到 旅程蓝業的類 哇 超糟的 哇 賴賴賴賴賴賴賴 這是我點的 我喜歡在馬爾地夫做一種 盲點的 盲點的 欸我沒有盲點喔 我是盲點 我是知道這個是什麼東西的 但我真的不知道你這是什麼東西 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 所以我就亂點 身為一個美食的專家 所以 看我自己的美食的一打 正不正確 但目前看起來應該是正確的 嗯 好 你自己和我愛考慮的吃 喔 冰淇淋當然不準 這是什麼 到底在幹嘛 都毀了 都毀了 那你這樣吃看看 我 看起來 我餵你 都被你毀掉了 對 好吃嗎 好吃嗎 為什麼有一種蛋氣料理感 蛋氣 你知道蛋氣是什麼嗎 我今天才是看這個東西 蛋好不好吃 我個人沒有喜歡 你就是硬不喜歡 你的雷達是不是錯誤了 你的雷達是不是錯誤了 我跟你講 它那個 是有點類似像 白巧克力 是不是有一種 淡醉的感覺嗎 沒有淡醉 是不是淡醉的一些東西 好 好 我的那種比較簡單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水果 然後有 然後有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這是紅酒冰棒 這是紅酒冰棒 開吃 我們今天的晚餐就是在 滿月的樹木來吃 燈塔 lighthouse餐廳 還是地中海餐廳 然後在旁邊 就有 藍圓 好 OK 謝謝 一點點亮亮的 而且今天的月光非常漂亮 所以啊 我的晚上 漫步在周期飯店 在小道路上 就非常可愛的 也浪漫 因為它 其實在傳說 有點像傳說在這個 叢林當中 很美 很美 我說你的背影很美 很涼爽很舒服 推薦這個時間來 但是就是價格很貴而已